南半球正值下秋交际 澳洲雪梨的郊区6号标出了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 创下两年多来最热记录 西南威尔斯省至少有35所公立学校 因为热浪暂时停课 部分地区还宣布全面禁止生火 当局更警告近来天干物造的条件 可能会导致2019年后规模最大的野火 从岸边一跃而下跳入海水消暑 澳洲雪梨的海滩放眼望去 都是人 热到受不了的民众 纷纷在饮水机前排队装水 河边有不少人开心玩水 小孩更是玩得不亦乐乎 澳洲近来吹起燥热的西风 雪梨郊区6号气温超过摄氏40度 西南威尔斯省的内陆地区 更标出将近41度高温 创下两年多来的最热记录 至少35间公立学校因热浪暂时停课 新南威尔斯省部分地区也宣布全面禁止生火 避免引发森林大火 当局更警告 可能会出现2019年后规模最大的野火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预估 连续三年的反圣阴现象即将消退 今年可能会重返圣阴现象 全球各地恐将出现破纪录高温 林佑任编译